大家好 这次课呢我们学习一下这个UFD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象 叫什么System UTRL 这个对象呢 一般是用来控制我们什么一些进程的启动和停止的 进程的启动和停止的 那么在一些纯胶本编程实现这个实现测试胶本的时候 纯编程实现测试胶本的时候 往往是比较有用的 比方说我们这里面呢 以这个一个案例给大家做个讲解 案例做个讲解 那么比方说我们呢用这个Sense课程当中 遗留下来的一个代码 BS结构的对吧 好 我们这里面写一句话 大家看一下 System UTRL.run 运行 运行什么呢 运行我们的什么 这个浏览器 那浏览器是什么 IEXPLRE 点EXE 后面跟你所要运行的 或者所要访问的这个什么样 地址 这里面需要注意 都要加相对的是把地址写的完整一点 那么我把下面这几个什么样 这个注释点 好 在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点的 我们还在运行里面把运行设置调整一下 可能要 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是录制这里面 录制选项 录制和运行设置 这里面的话你就不能启用这样的方法 如果说你勾这个地方 他就会把浏览器把这个也要打开 所以呢如果说你直接用System UTRL的模式的话呢 你就这样做 在任何打开的浏览器上面进行录制和运行操作 那同时你要把浏览器先关掉 对不对看到没有 先关掉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他能不能把百度页面给我们打开 看到没有 是可以的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语法的话呢 这个System UTRUTI.run 这种方法呢是用来控制我们的进程的启动 当然还可以做什么 关闭 做关闭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来写一些这个测试化 测试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脚本 那么关闭的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什么 简单一点的 关闭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什么进程的名称 大家可以看一下浏览器 大家看浏览器它的进程当中的话 名称是什么样子 打开IE浏览器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以后我们看一下 任务列表里面 它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就有两个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把它关闭掉一个 看一下 没有了对吧 没有了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如果说我想关闭这个进程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什么 名称的方法 那大家看一下 System UTRUTI 点close 大家看一下 close by什么呢 可以by name 对不对 也可以by它的区别id等等等等的 那应该是close 你看 close 这个process by name by什么nam呢 那这个nam名称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面写的 i e x p l o r e .exe 好 可以把它关闭掉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你实行完了以后的话 你把上面这个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还可以什么 把你关闭 比方说我们有wait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等个五秒钟 看一下效果啊 执行 好大家看到没有 运行完了以后 它执行这些话又把它给关了 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控制我们的什么 测试环境给出处 当然是不是提前你可以什么 把浏览器先关掉 然后呢再去保证我们什么 这个测试环境的什么 完整性干净 对吧干净 你也可以使用什么 这个正在表达式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windows创可的一些巨饼 或者是进程的ID 等等的一些方法来进行什么 关闭操作啊 关闭操作 这个呢在我们测试过程当中 用的还是什么 说实话还是是比较多一些的 比较多一些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 还可以是刚才说的 用用它的窗口的这个名称 或者是比较匹配到的什么 这个标题名称来进行什么 关闭啊 这个实际工作的过程呢 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啊 比方说我们CS结构当中 有些时候什么 在录制回放的时候 或者编写的时候 忘记了把原来的那个什么 已经打开的窗口给关闭 这时候在做之前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些问题 那这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 System.utl.run 这种方法什么 来先把它给干掉 干掉以后怎么办 我们来做一个操作 对不对 我们再来做一个操作啊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把这条代码 放前面 大家看一下效果 把切到最前面 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来点 现在浏览机都关掉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运写也来看看 好 大家看一下 什么效果的 大家看到没有 好处 有个好处 有个好处 好处就是在初始化我们的什么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 也就是我们先执行这句话 然后再执行下面 这样我们永远都能保证 我们系统当中 浏览器可能也就只有一个 对不对 在你运行打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边再看 如果说我再开两个浏览器 大家看一下效果 一个 这就没有办法 不像其他的这个 这个XP之类的系统 打开一下子 开几个对吧 大家看一下只有一个是吧 看上去也是两个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执行一下 加宝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些都关闭掉 好大家看一下 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它直接是以进程的名称关掉了 既然可以实现这个 那么我们在后面做初始化环境 初始化的话 相当于是就会方便很多 也就是自动会把一些什么 不需要的干扰的进程给干掉 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 比较有用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方法呢 大家呢自己可以看一下 它的帮助文档 帮助文档 这个呢用的呢 也还我个人觉得 在做ALM编程 也就是自动化对象模型 编程的时候 用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啊 OK 那咱们的这个systemutl 给大家就讲到这边 啊 那么到这一点了 到这个之前来讲呢 我觉得我认为常用的一些 这个UFT内置的对象呢 就已经说完了 那么其他的还有 比方说regest use 什么function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的话 我这里面还setting 比方说setting呢 或者是text utl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我觉得用的不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去讲 啊 大家呢这个自己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一些帮助文档啊 OK 咱们这次课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